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项目实战课程 我是独奖导师Blu 在上一讲,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我们早车模块的开发 并且已经完成了我们早车模块的主界面 而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将会正式进入我们品牌早车的开发 大家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张UI给的设计图 我们品牌早车依然由一个列表来主要为实现 而这个列表它是拥有一个挤压头部效果的一个列表 这也就是我们本讲想要实现的一个主要效果 这个列表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一个pinel header list view 它依然是githome上面的一个开源空间 我这里已经提前下好了它的原代码 重新梳理并且简化了它的代码 在今天我这一讲我们就好好来学习理解一下这个list view 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项目工程是sort list view 01 这是一个demo的工程 我们把它跑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想要实现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好的,我们的项目已经跑起来了 这是一个标题品牌宝车 然后这里有一个列表的头部A 然后当我们往上滚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屏幕一个头部C 然后这个头部C往上滚动的时候 滚动到A的时候会挤压A 然后从而替代A把它悬浮到这个地方 然后当我们往下滚动出现一个D的时候 它依然这个D会去挤压C 然后从而替代这个C悬浮在我们的列表向的头部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实现的效果 我们依然先来分析我们的核心代码 首先我们整个demo的工程非常简单 就一个main activity 我们来看一下从main activity入手 它的布局文件也非常简单 依然是这里一个头部的一个布局 然后这里是一个pinel header list view 这个pinel header list view它是继承于list view的 所以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普通的list view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具体的代码我们一会儿来分析它 好的,这就是一个上下结构 一个头部和一个列表 我们看一下它的逻辑代码 逻辑代码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在man那个uncreate的方法当中 这里有一个初始化数据 初始化数据我们构造一些虚拟的数据 然后每一个数据实体的名字叫做content content它有两个字段来构成 一个是letter它的首字母和一个名字 一个lan 我们来看一下它每一个构造的时候 比如lue content a 大众 x 别克 通过这种形式来构造了每一个content 然后这里的字母的排序是乱序的 a x c d 等等乱序 然后这里的数据构造完成以后 通过这样一行代码connection.sort排序 我们把纸巾的数据需要排序的数据源 以及我们的排序规则 compator 这里我重写了一个拼音compator 里面实现它的compare方法 compare方法就是得到每一个content的liter 通过liter与liter之间的比较 从而判断出来它的顺序 然后这里是一个声序 通过资料银行代码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 按照从字母a到z的一个声序排列 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数据 好的 我们想要的数据已经有了 那我们现在的开始 我们这里首先初始化了我们的适配器 然后设置了我们的适配器 同时我们设置我们的滚动监听事件 也是这个适配器 那么必然我们这个适配器 也同样就实现了我们unscore lesson的 只有它实现了这个lesson 所以它才能够作为这个滚动监听事件 好的 这两行代码比较简单 好 这一行代码stater pinhole header view 就是我们这个list view新增的一个方法 主要用于设置列表的挤压头部 这里传的是一个view 然后所以这里我们动态加载了一个 它的挤压头部 这个头部的布局人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literal layout 直径的它的高度 然后有一个背景色 然后这里有一个txt view 它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黑色 一个灰色的背景 以及一个黑色的一个字母 这就是我们的挤压一个头部 作为的一个独立的xnl文件 好的 整个menact的代码看起来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这个核心的代码 是在这个list view adapter 所以说我们需要跟踪进去 好好的研究一下它 好的 我们这个list view adapter 它首先继承于based adapter 没什么好说的 有一些列表的渲染相关的一些方法 重写没有问题 同时它实现了pinhole header adapter 这个adapter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在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pin的list view当中的一个内部接口 这个接口在我们滚动的时候会回掉 会从而去改变它一些状态和一些值 这个地方我们一会儿再详解 所以我们这里首先会实现这样一个接口 同时实现了我们的on score lesson 所以说我们下面我们在这个dapt的下方 就多了一些重写的方法 这些重写的方法我们等一下一一来理解一下它 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我们dapt 我们dapt 依然最核心的是我们的get view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dapt 它的条目是怎样的呢 它每一个条目 首先是一个上下结构 上边是include 我们刚才这个header include它 同时我们的下方是一个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list 一个imagine view 也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宝马的一个标志图片 右边是一个text view 也就是我们宝马这两个文字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它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上面上面是一个头部 而下方这是主要结构图标和文字 这就是我们买一个列表像 然后如果仅仅从这个列表像来分析 大家想一下 我们如果用这个列表像来做一个渲染 那么是不是代表这是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也有这个A 第三项也有这个A 第四项也有这个A 对不对 那么我们出来的效果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A这个地方 只有我们只有第一行才会显示A 第一个字母为A的才会显示A 后面都会隐藏 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简单的 第四项它第一步就是需要做一个判断 什么时候这个头部要隐藏 什么时候这个头部要显示 这是我们要实现的第一步 那么它的核心代码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部分是得到我们的布局 我们的核心代码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head的visible和head的gang 它是怎么来判断呢 这里有两个方法 就是gate section for position 和gate position for section 这两个方法有点绕口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方法 gate section for position 也就是得到我们当前位置 我们当前这个position 它对应的一个 比如说对应的它的首字母 我们可以再来理解 得到我们当前位置的一个首字母 比如说我们当前的位置首字母是A 这里就会得到一个A 而我们的字母A在ask表当中 它是可以转换为数字65的 所以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印头类型来承载它 好的 这里是得到当前位置的一个字母A 然后这里有一个gate position for section 也就是得到我们当前这个字母A 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请注意 这个方法是得到当前这个字母A 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如果说我们当前字母A 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也等于我们当前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代表 当前这个A是第一次出现的 那么我们就视为visible 否则的话就代表我们当前的A 它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那么自然也就视为gang 好的 我们跟踪进去看一下这两个核心的方法 gate section for position 得到当前字母的位置的首字母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datalist.get position 得到当前的数据源 数据源是一个content content类型 得到它的get letter 也就是我们的首字母 而我们首字母取得一个upcase 得到我们的大写 而首字母的大写 来我们取的是x at 0 因为我们的这是一个支付转类型 我们取的第一个 这里就会转换为 比如说是A就是65 B就是66 这就是得到我们的当前位置的首字母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 get position for section 这个方法呢 相对来说要好好理解一下 得到我们当前首字母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要想知道我们的首字母A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的 这里比如这里传了一个A进来 A这里传下比如就是65 我做了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是什么 是得循环我们所有的数据源 然后匹配我们的数据 因为我们的数据源是有一个排序的 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我们是首先顺序已经排好了的 所以我们for循环的时候 我们取的是当它的第一个 这个first chart等一等于section 就是我们便利它整个数据 如果取到了第一个与它相等的话 那么就是它第一个的位置也就出来了 从而返回我们的I 也就是我们position 好的 这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我们最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get section for position 和get position for section 这两个方法就可以决定 我们的每一个列表像 它的头部是否隐藏或者显示 好的 我们本讲的内容就主要就是这里 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整个列表的基本构成 我们下一讲将会着重继续分析 我们最重要的代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课再见